大陆官方解放了 把大陆他们人民可以投资在A股 本来一个人只能开一户 现在一个人可以开20户 那不就摆明了大做多吗 请问中国大陆的政府 这是我今天要追出来的大内幕 为什么 上阵在4168点 已经创下7年多年新高的今天 中国大陆政府还要在这个时候 还如此的大利多 现在是强调 这是听说的 听说中国大陆这一番的利多的政策 因为有人赚了一大波段 准备卖股票 把散户给他骗进去 筹码到给散户 到底情况如何 这个内幕庆隆 其实散户不用再骗了 因为目前大陆股市散户的成交比重 真的已经非常高了 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 透过一些开放一些政策上的利多 希望能在资本市场中多一些开放 那个其实都是有利于 他未来股市上扬的一个动能 所以你认为他现在已经超过了 4100点青年多来的新高 还释放这么大的利多 他摆明了上阵请来个月K 就是要推升路股 做多心态浓厚 往历史高点6124点来迈进吗 大陆官方是如此的好心好意吗 请问 其实现在目前的中国大妈的目标 其实都是往6124这个地方走了 那其实这个可以从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 这一波大陆股市的强谈 最主要都来自于内资所推弃出来的 那目前外资像国外的一些投资人 想要投资大陆的股市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限制 你只能透过像QFIT 或者像投资者QDI的方式 那部分还是有一些 一些操作上弹性的限制 他们只能买B股 因为B股在上证部分是美元计价 B股在深圳市场部分是港元计价 所以外资只能买B股 对 所以现在目前外资还没有参与 大陆股市已经涨成这样子 那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 把资本账的开放 当作今年很重要的政策 那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一直在讨论 我自己也一直在纳闷 中国尤其像昨天 他们的海关资财公布 非常难看的出口跟进口的一个数值 进出口都往下降 对啊 出口衰退了14% 进口较去年同期衰退了12% 都是一个双降的结果 股市持续创7年新高 很奇怪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 到底目前大陆的股市位阶 到底算是高还是低 那后来我找到了几个支持的论点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 过去我们才在看 过去一个国家的股市高跟低 其实可以有一个叫做巴菲特指标 去做衡量 所谓的巴菲特指标 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巴菲特所提出来 观察股市是不是处于泡沫的一个 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他计算的方式 其实就是用股票的市值 去处于一个国家的GDP 那一般来讲 就巴菲特的观察 如果当整个这个所谓巴菲特指标 攀升到200%的时候 那就代表股市有泡沫的风险 所以大陆呢 大陆我先讲美国 美国现在目前的数值是147 147 147% 大陆到目前为止 其实狂飙成这样 那个他们巴菲特指标 才来到66% 才66% 对啊 所以这个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因为其实从这个角度 因为毕竟大陆跟美国 算是一个比较成熟型的一个市场 比较比较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指标 也许可以衡量 为什么这一波这么有信心 已经有信心到 我自己都掉了不知道几副眼镜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许他们认为突破6000点 甚至上看万点 其实都是从整个股市的市值跟GDP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提升的一个空间 虽然沁隆刚刚有说啦 他觉得大陆政府呢 还是倾向做多 上看历史高点 6000多点上阵了 可是惠子啊 我还是真的觉得 因为已经涨到这么高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说来推赠个大力多 会不会现在就担心了 因为我也是这次去了厦门一趟找老师 对 发现大家都在玩股票 你讲对了 我为了要帮大家前线的观众朋友 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大家 是不是都热烈的在讨论股票 是不是有差协同理论 我没有坐建车 我特别等公车你相信吗 等公车坐到了下大 结果惠子真的被你说中了 我来回坐公车 公车上的大妈 大伯讨乱了 我那张股票可是 我可强的呢 不买怎么可以呢 是啊 我赚了快一倍呢 你说我卖不卖呢 大家都在讨论耶 对因为呢 这不只是你这样 因为包括我们研究部这边的话 也是有人刚回来 去上海回来 那他一样跟你一样的看法 他说他从上计程车开始 全部都在讲这些 大家都在讲股票 每个人都说在买股票 要买什么股票 再来什么股票 赚了多少 要不要卖等等之类的 然后所以呢 刚刚看到利多出来 那利多出来的话 确实没有错 这个利多的话 当然是一个实质上 刺激的利多 其实呢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说呢 我们在看一个股市 首先不管他涨得合理 或不合理 但基本上 他呈现一个 多头架构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回档呢 通常怕的是什么 怕的不是利空 而是利多 对 也就是说呢 通常如果利多出来的时候 常常就会有过热的现象 所以他并不妨碍 他多头架构 但短线上 确实有可能会过热 对 所以的话你看到的话 当所有的利多 都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么多 刺激出来的时候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激发 当时呢 还没有进场的人呢 就一股脑的进场 所以这会造成短线上 我觉得会有一些 过热的疑率是有可能 好赞 还有加上还有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大陆的GDP 也快要公布了 那其实公布出来的话 就过两天出来的话 这数字来说 可能也不见得会这么理想 所以的话 这里面就是说 短线上我觉得 我们看一个股市来说的话 它就算是多头 但大家在操作上 还是要注意 你是逢回的时候 再介入才会比较好 感谢惠慈 非常赞的观察跟叮咛了 也许呢 中长线路股 还有再涨的可能性跟机会 往6100 历史高点挑战 但短线上确实有点过热 刚好政策的利多 请小心 刚刚庆龙那份资料 把台股跟这个路股比一比 的确他们是散户为主的市场 散户高达了9成 日均量比我们大更多 就更不用说了 那要个答案就好了 请问呢 会不会路股在短线上 有点过热 反而走不太动了 其实我每一次 瑞涵姐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会说 应该会休息了 应该会休息了 应该会休息 我讲过三次了 在节目中讲过三次 但每一次都不给我休息 那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能在看待路股 或者是 接下来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操作的原则 就不预设高点 真的就不预设高点 你去设好自己的一个 事实的停利点 在还没有跌破停利点之前 其实都应该是偏多去操作 尤其当一个股市 它进入到一个超级牛市的 一个循环中的时候 不预设高点 才是让你获利极大化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感谢庆隆 他说的是入国 那港股呢 赶快预设高点 是不是这样 今天的港股 麻烦秀个K 下个礼拜 比如说长得漂亮的 不得了吗 创七年的高 怎么会今天马上亮缩 然后黑K棒 而且港股今天的击杀 下个礼拜 我听说 下个礼拜有一部 片子又要拿出来重播 然后呢 港股呢 在这个片子还没播的时候 对了 就是这部片 您看过大时代吗 就港股就先杀了 是因为丁屑效应 什么叫丁屑效应 大时代是什么片子 没有 今天的港股的跌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 一些他们背后的一些 公司的大股东 开始进行一些调节的股票 但是市场的传闻 其实不是大股东调节股票 而是下个礼拜一 香港又要重播 所谓的这个大时代这部剧 那大大时代 其实他带给了一个 香港股市一个很大的魔咒 这个时间要回到1992年的时候 当时其实由香港的演员 郑少秋他主演的这个大时代 他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叫做丁屑 那丁屑这个人 他能够在股票市场中 赚取高额的利润 都是透过放空恒生指数 获取短期的报额 那个所谓的巨额利润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人他就已经是代表 看空港股的一个很大的代表 后来更神奇的 也是更诡异的 就是每一次 郑少秋他所主演的戏剧 一上演之后 没隔多久 香港股市就会开始出现 狂跌的一个状况 难怪人家叫丁屑笑 对啊 比如说1992年大时代上映的时候 一个月港股大跌了1283点 跌幅高达20.6% 1994年郑少秋所主演的 《笑看风云》 首播之后 一个月港股大跌了1976点 跌幅也高达20.5% 他很多人不信邪 1996年郑少秋又来主演了一部 叫做《天地男儿》 结果一个月港股又大跌了1254点 跌幅也高达10.94的百分点 后来我们统计过 过去的20年 光是所谓这种钉屑笑应 所谓钉屑笑应 就是郑少秋如果有主演 任何的节目上映之后 港股就会出现大跌 他干嘛不退休啊 退休还有重播 对啊 还有重播 所以还重播 结果我们发现 过去的20年 竟然钉屑笑预出现了32次 所以后来甚至引起了 像外资的李洋证券 还特别的去做研究报告 去统计这个所谓 大众心理的一个市场的反应 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最新的消息 大时代又要在下礼拜一 就是4月20号 晚上凌晨重播了 你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 港股创七年来新高的时候 特别拿大时代 就算郑少秋退休了 你还拿重播 这不然扯吗 这个代表是有收视率 因为现在目前的港股 大家应该所有的香港人 都很关心目前股市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 拿一些跟股市有关的节目 出来重播 收视率一定高 确实 今天的港股一杀 刚刚庆荣说的 除了这个大时代 要拿来重播之外 郑少秋一定会觉得 干我什么事啊 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那个外资 我们今天特别抓到 一档标的 因为它在大陆 跟港股都有挂 这档标的呢 是叫做中国信达 结果好像 魏亮听说价差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才狂卖 港股这样的标的 进行套现 对 因为大陆有很多企业 它是双挂牌 就是说可能在大陆的 A股上市 H股也上市 或者像这个中国信达 它本身是在深圳的 B股上市 用港元计价 那同时在香港 它也有上市 当然也是用港B计价 那如果说 以最新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香港H股部分 是涨到4.87 但是B股的部分 也是大概收在 4.97附近 其实两者几乎已经 没有任何的套利价差了 原本是 这个深圳B股部分 涨上来 这个H股部分比较低 但是因为最近其实 香港它是没有 所谓涨跌幅限制的 所以一旦大家发现说 这个里面有潜藏一些套利的机会的时候 热钱就从上个礼拜三开始 一口气涌入到香港 没有涨跌幅 现在是很吓人 那个追涨的速度 其实很快的 如果差30% 涨个两天 它就给你涨上去 对 非常有效率 所以说香港股市 从上个礼拜 有这些外资已经注意到 就是说目前其实港股可能短线有过热 像这个瑞银部分呢 就有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套利交易 目前其实已经几乎无利可图 所以呢 港股部分也因此有承受了一些短线的卖压 我们今天呢 掌握到了港股下沙的 除了刚刚威良所提到的外资 还有来自于公司派 甚至包括了一些的大股东 因为在港股大赚了三到四成 甚至五成 够了啦 就不想赚那么多就把港股给卖掉了 所以那个套利价差的空间已经到了 刚刚聊了很多 那是因为我们台湾很多资金呢 跑到了港股跟陆股 因此呢 到底 威良要一个答案 您觉得我们的钱已经出去了 那下一步呢 还需要再卖台股钱 一直在追买他们吗 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以现在两岸三例来比一比来讲的话 当然台湾股市的评价相对比较低 而且殖利率高 所以其实是比较让人家觉得说 至少如果有震荡的时候 会比较安全 可是就整个成长爆发力 说实在的 跟大陆的企业比起来还是有差 好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我觉得短线上面当然不用去追 不要追了 不用去追大陆 不管是A股 或香港的H股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 就是说 台湾这边呢 唯有企业好的 这个财报好的公司 才有可能在第二季持续往上涨 那各股走势 相对一定是比较分歧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收到了最新的消息 是外资巴克莱 已经给了建议了不要再去追买 已经涨很多标很高的陆港股 反而又转弯转向了台股 韩国股市这些位阶偏落后的 所以葵葵大哥 您的任务来了 台股为什么涨不太动 说来说去 真的就这么一个字 很简单的一个字 什么字 税 税 就是税 为什么税呢 尽管会曾主委 把我们的那个证券交易税 来秀给大家看 我们台湾的股市 证券交易 像缴税的 0.3% 比那么多的国家 还有欧美国家 还要来的高很多 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今天听说 下个月 五月份不就要缴税了吗 所以很多的大老板 四月份 赶快卖股票 筹钱 缴很多税 税税税 台股就这么压压压 涨不动 所以呢 好的 我想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台股债券会自己 没有那种所谓成交量 或大家很枯燥无畏 其实基本上 台股的结构是被破坏了 基本上在股市里面 它有四种力量 一个是所谓政府基金 一个是法人的资金 一个是市场主力 一个是散户 其实过去以来 在外资 它就追高杀低 在好的时候 拼命的放利多消息 散户去追买 就造成散户套牢 坏的时候就喊台股看坏 造成散户亏损连连 那这两年又碰到一个 大有微的政府 在股市里面做了 很指导的一个指导期 今天跟你讲说 如果这个盘涨上来 你们再去追 外资买了这么多 哇 这个你们要小心 葛国大哥 言下之意是 主管机关话说的 比较多了一点 其实应该说 股市里面要让它有投机 跟所谓预期的心理 可是你这样讲也不对 主管机关本来就应该 关心市场 关心你也怪他 我觉得说如果这个官 你看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有没有一个在位的官员者 对股市是这么下指导期 好 我认同 进广告好不好 葛国大哥的言下之意就是 请尊重市场自由机制 那怎么办呢 反正我们的台股 好像有一点点扭曲变形了 本周二之后 今天而后 到底台北股市 会是什么样的现象 上升卸行其行 这是奇怪了 怎么解释呢 还有一点 听说电子股的机会来了 证据呢 CG